很多人嘲笑我們是4%黨 但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是從頂開始的 我們在過去一年 已經成長到一個穩定的10% 那我們還會更加的努力 我相信因為理念認同而結合 絕對比其他政黨因為利益的分配 還來得長久 那麼我期許我們民眾黨的黨公職 都能夠勇敢的走出舒適圈 勇敢的為自己的理念混動 過去一年我們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的問政表現 從萊豬建國3加11到國產疫苗這些議題 都能在藍綠以外 以一個理性務實科學的態度 走出一條中道的道路 那也受到外界好評 我們要更堅持理念 更勇敢的為政策辯護 才能夠爭取更多人的認同 過去一年我們已經建立了16個地方黨部 22個服務處 有越來越多人願意跟我們 站在一起改造台灣 各地方民眾黨的夥伴 除了是反應民意的最前線 除了感謝他們的支持以外 這是我們可以貼進各地方民意最好的方法 我以前講過 如果用統獨兩個字來代表藍綠 那麼民眾黨的代表字就是台 天然台就是我們對台灣認同的主張 所以在自己同胞當中製造分裂是不對的 目前正媒合一的政治性況 以國家機器來打擊反對折 讓很多過去綠營的老前輩都會感嘆 打倒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結果卻換來另一種形態的威權 這不是我們要的 讓新的政黨、新的主張、新的價值 來取代這些舊的政治文化 讓台灣有一個新的未來 視頻之間的威權 3.818 1.818 2.5